我們這裡因為抗議就被人發告票 你看一看由今日開始穿梭內地和香港邊境的商務簽證的人就知道 他們是不用做核酸檢測,不用做隔離檢疫的 這些人才對香港造成一個公共衛生的威脅 你又看一看今日同一時間在長洲的太平清照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前夫後勇五十多人和他去參加一個太平清照 每一個人的距離都是沒有按照1.5米的所謂安全的社交距離去做的 我想問鄧炳強在做甚麼? 他是帶頭去聚蹤,太平清照的人是帶頭去聚蹤 為何他們沒事?如果說得戲劇化一些 今日有一個人在大陸駕車下來,10時過關 立即乘搭船入長洲,去太平清照那裏,那怎樣? 怎樣?誰難到他?他是不是零這個社交距離? 他是否一個有機會的帶菌者?我再說一次, 這一個真是一個非常離譜的,在大陸拿了商務簽證的人 在今日可以坐車下來走去太平清照做一個超級傳播者 我們戴口罩來到這裏,保持一個社交距離,向警方抗議他濫權 我們就受到警方打壓,那是甚麼?在4月14日以色列首都特拉維夫 有數以千計的人好像我們這樣用安全社交距離去反對他們的總理 我們香港人為何是不能像以色列人一樣用安全社交距離去抗議我們的所謂特首 這個救市不救人不肯設立失業援助金,五一勞動切就是工人去表達他們訴求的日子 全世界都是這樣,為何你就是針對工人,太平清照你不針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疊告票其實是一個恥辱署,Creator of shame 是記錄了特區政府用限聚令去打壓議己,它不是rule by law 它是rule by degree,即是人治家長統治 用法例去用偏頗執法去濫控濫高濫暴